聖誕節快到了 東南國修是提前在後來 基盤聖誕點燈幾乎掛檔 給小朋友下視頻感謝這一刻 辛苦付出的風雨晶圓 對著讓小孩提前感受過這個氣氛 也為當中學到修學學感恩 現場也安排學生 表演在家 氣氛是老子講話 由美的口欣聲提前為東南國修帶來的聖誕節的氣氛 此處東南國修就配合一張來的聖誕 伴侶聖誕點燈的廚比活動 除了有讓校風的人員變種來發湯 當時讓校聲聲到氣氛的卡片 感謝淨淨媽為疫情來付出的風雨人員 生誕快樂 生誕快樂 我寫希望病疫情可以畫下句點 雖然這段時間比較辛苦 可是防疫人員還是沒有放棄 所以大家要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了 謝謝防疫人員 請點燈 請點燈 當這個點燈技術 要將活動氣氛大到最高點 好方表示會有這次的點燈活動 希望讓小孩提前感受過多的氣氛 竟然可以從中學到修學和感恩 因爲有很多的泡泡 然後還有很多掛祈福卡 祈福希望疫情快點好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安 然後讀書讀得更好 然後健健康康長大 這個一年的一些不好的東西呢 都能夠隨後飄散 新的一年 我們能夠大家身體能夠 健健康康平安安 今天因為疫情的關係 發生孩子的生活 受到微笑的衝擊 好方表示會辦這個活動 希望可以多減蜜蜜蜜 學生的好方生活 另外要讓全校來向 疫情期間 辛苦的方議人員 弟兄最大的感謝 面對疫情的衝擊 我們日常生活 跟學生的一個科學學習 都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跟影響 現在疫情 已經慢慢降到二級 讓我們也透過這個活動 我們全校親師生 人手一張祈福卡片 來感謝全台灣上上下下 所有的防疫人員 因為有你們 我們才能夠慢慢找回 那段既熟悉又陌生的日常 因為疫情的狀況漸漸平穩 後續打人國修 也要繼續來幾個聖誕節的 下一個活動 讓孩子老下 我們望的好方活躍 記者回到華昌報道